吉隆坡险都警方昨天下午在政务仓库 销毁一批总值超过417万令吉的爆竹和烟花 三名工人事后清理烟花和鞭炮销毁区时 现场突然发生爆炸 相信是垃圾槽着火引燃了烟花 三人因此受轻伤 同时波及大约50辆停泊在附近的车子 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 吉隆坡险都警局总部 政务仓库昨天销毁大量烟花和鞭炮后发生意外 三名工人在清理烟花和鞭炮销毁区时 相信是垃圾槽着火引燃烟花爆炸 三人因此受伤 滚滚浓烟直冲天际 就连远处也能看见 显都警局主任马永来助理总监表示 事故发生在傍晚6点15分 三名来自沙巴的男子受雇清理销毁冲工鞭炮和烟花的区域 三名工人在清理烟花和鞭炮中 马永来表示 警方依据标准作业程序 销毁和事后处理被销毁的爆竹和烟花 爆炸事件是意料之外 他说不排除是天气炎热 加上相信有部分烟花和爆竹 没有被水完全淋湿 在各种因素下 才会导致发生爆炸意外 另一方面 吉隆坡消防与拯救局指出 这场爆炸意外也导致政务仓库大约三成面积被烧毁 另外有50辆停泊在仓库范围内的车辆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警方昨天下午3点左右 在事发地点销毁在行动中所起货的1000多箱鞭炮和各种类型的烟花 这批价值大约410万令吉的鞭炮和烟花是在3月时被冲工 更加热 труounge 是用刻出了 我们一会放挤的车辴 上面朝央